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在尝试着做一些测试的时候 类似好像我们在尝试着一些 strategy 的时候呢 但是那一个就是很常都会在赚着钱 但是为什么到了我们真正就是熟悉了 然后有那个信心了以后反而不赚钱呢 这是一个很常我们会发觉到的东西 因为你不能每次就是说 今天我要赚钱,今天我要赚钱 你这样做的话反而会让你自己更加难的去赚钱 因为你所想的东西就是想要赚钱 但是万一你那一天一不赚钱的时候呢 还是那个横子他走的方向跟你说要买卖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觉得压力 然后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呢 你就会做到不好的一个交易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期望就是有一个小孩 但是问题是你尝试了很多方式,偏方,正方都好 但是都得不到 但是某些人他们没有这种期望的时候呢 他们就一下子就有小孩了 那是因为他们在enjoy着当下 enjoy着那个process 所以他enjoy的时候呢就是成绩永远都是一个byproduct 就是你的那个result自然的那就会好 因为平时我们就是期望着一些某些东西的时候 往往我们都会得不到 那我也去读了一些文章 然后再去了解我自己的心情的话 我是发觉说,对,通常我们在探讨那一个交易策略的时候呢 就会比较轻松,比较容易赚钱 当我们真正的是有信心在那个策略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挥钱 那是因为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呢 我们的脑子里面我们会期待就是可以赚多少钱 当我们有那一个想法会要期待要赚多少钱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会盲目的去追求赚钱的机会 甚至我们进了一些可能不赚钱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也继续hold着 我们也不去止损 那是因为我们想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应该会赚钱 有期望是好啦 只不过是有时候这个期望的东西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压力 所以当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能用我们的能力去做一些合理性的一些决策 所以把这一个期望改掉 当然我叫你们改掉的话其实是很难 唯一的方式就是把这一个focus的东西 就是把它转一个方式来让我们的大脑 骑骗我们的大脑 那类似现在我不去看我可以赚多少钱 但是我去看我有多少次我是跟着我的策略的去走 然后跟着一次我就算一次 就是我们要去探讨一下在我们做这交易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非常的enjoy的一个事情是在哪里 当然赚钱我们每个人都enjoy 但是赚钱的话它是一个最终的那个目标 就是其实就是你期望 期望这些东西就是通常我们是 以过去式的一个方式来判断以后会有的东西 但是我们缺乏专注在现在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 例是说现在我做一个交易做一个当初 那现在做这当初除了赚钱以外 我还有什么东西是我是很enjoy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的人是比较喜欢去做一下research 就是看一下他怎么去走 怎么去怎么知道他的顶点在哪里 怎么知道他的反赚点在哪里 就是这是我喜欢做的 现在我想要知道的东西就是 我可以多自律的是 每次跟着我的这个交易的策略去走 当可以的时候我就会每次去做一个记录 我跟着了 有没有赚钱不重要 最主要是你有没有跟着 因为当你尝试这的时候 你的那个目标就是跟着那个交易策略 所以你可以赚钱 但是当你有一个期望去赚钱的时候 这样你就不会去赚钱 你就赚不了钱 因为你的期望就是一直赚钱赚钱 但是你没有去专注在 那个策略上面的那些有一些不见点 你可能会忽略掉 因为赚钱的那个期望 大于你的那个逻辑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期望在那边 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那种教育我们的想法 就是成绩要考好来 成绩就是一切 但是说真的 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 真正的东西就是 你会花最多时间是在台下 就是你做准备的时候 那准备的时候呢 就是你需要去爱 还是你需要去喜欢做准备的这一个过程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基本上你 不能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出来 所以你要去很喜欢 还是你要有那种 passion 在这个过程 看他几时要上 几时要下 之类这样子的东西 而不是我们要去看成绩 而去做 把过程做得好 而是要先把过程做得好 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成绩出来 OK 所以现在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以这种方式来做讲运 然后我们再看看 在月尾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那个 收成 或者是那个成绩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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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